香港新界大普区白石角 土路港沿岸 一个以高科技及应用科技为主题的研究基地正在快速发展 作为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设立的法定机构 亦是香港科技创新的桥头堡 香港科技园的主要功能是通过推动创新及科技生态圈的发展 培育科技人才和促进交流协作 为香港以致整个区域创造社会和经济效益 在过去这20年的发展我们已经做了很多不同的东西 其中一个包括我们这里有一个创业幅化培育计划 就是说你有一个想法要开一家公司 我们会给你提供很多服务包括产品开发 包括你去做工业的应用 包括你去走投资者或者是基本的开公司 开银行这些很基本的东西都帮助他 今天在我们这个腐化期里面有300多家公司 再加上我们有一些很出气的 就是说大学生没有想法 不敢开公司 我给你个机会跟我学一下 这里有200多家这样的队伍或者公司在做了 加起来现在500多家这区创的培育计划 近年来随着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 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香港特区政府也加大创科支持力度 在政策与技术的双推动下 在全球各创领域 进行了近20载的香港科技园迎来发展红利期 从无人问津到门庭落势 从几千万港币市值到400亿资金规模 香港科技园的成长经理 也映照着香港弄潮科技黄金20年的时代缩影 我们今天在科学园里面有1100家公司 相比于我几年前 我刚进来的时候就600多家 在过去几年增加的很快 那么另外就一些我们的初创腐化 今天在这里有大概500多家公司 商汤 世谋 霍拉拉 都是香港出来的很成功的例子 那么更重要的就是 参与创新科技研发的人也增长了很多 就在科学园里面 我们今天在这里上班的有17000人 17000人当中有11000人是做研发的人员 所以说有一些成功的例子 同时整个环境 整个生态圈也做得越来越大 2014年 发表了Deep ID系列人脸识别算法 实现全球首次超过人脸识别率的 香港中文大学汤晓鸥教授及其团队 在香港科技园注册成立了一家 名为商汤科技的公司 同年 在香港科技园孵化器 发展了近一年的Easy Van 正式更名为LaLa Move 从商汤到霍拉拉 历经数年时间 一家家初创企业在港创立 发展成熟 其背后都离不开科技园的投入与支持 那么同时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提供这种我们叫共用的实验室的服务 比如说电子 生物科技 数据 传感器 机械人 甚至金融科技方面的 就是说我们把很多已经需要的 共用的设备 我们买了 放在这里 你小公司进来 你要做产品开发 你就不需要买这些设备 用就可以了 在过去四年 在我们这些科技园里面 的投资的项目有200多个 加起来600多亿港币的投资 这个对整个生态圈的发展很重要的 背靠国家 面向世界是香港的有力发展条件 和独特竞争优势 也是香港科技园勾画发展蓝图的重要基础 当然我们有我们的优势 我们有条件 包括我们有很好的大学支持 我们的科研力量很强 那关键是怎么把这个科研力量 变成产品 商品化 利用香港周围大湾区的一部分 去开发从700万人口的市场 开发到8000万人口大湾区的市场 我们香港的条件 优势就是 刚才说的 科研力量有五家排名 100名之内 所以我们的科研力量很强 同时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也可以作为一个一带一路的出口 所以从引进来走出去的 这方面的功能 我们是必须要做得到的 永历朝头二世载 香港科技园清理了全球科技创新领域 几十年间的潮起潮落 亦见证了香港回归以来 这座城市在时代浪潮中的奋劲与变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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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